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我和袁醫生會為你們主持今集的節目 袁醫生你好 Carmen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會介紹一種花藥 那種花藥的名字叫貝曲花藥 貝就是貝殼的貝 樂曲的曲 我現在先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貝曲花藥的有來 有一篇文章可以跟大家分享 從我們的直覺和生活經驗之中 很多人都會認同人的心境 情緒和疾病之間 其實存在著很密切的關係 例如當我們心情不好 或者生氣的時候 就坐不安 吃不下 長時間的工作壓力 又會引致胃股羊 內心的長期抑鬱 不粉 傷心也會增加患癌的機會 在幾十年前就開始流行一套信心醫學 也演變成今天的精神神經免疫學 他已經獲得幾千篇科學文獻 和無數研究的證實 這種影響百分之八十文明人的疾病 在西方的對抗式醫療裡面 可以用作醫療的藥物簡直是療療可數 早在五十年前 應該是七十年前 現在因為這篇文章是很久之前 英國有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和他也是一位很著名的細菌學家 他叫做愛德華貝曲 所以這隻花藥應該是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在1930年他就放棄了他一間賺大錢的診所 在臨終前六年甚至是智力找尋一種更簡單 更加自然和避免傷害其他生物的醫療方法 從自然療法的哲理裡 他認識到宇宙裡有一種能量 一種更高的本質 俗稱為靈性 人的靈性是不斷地幫助人發揮本身的潛能 發展成為一個完美的人格 進入最高的健康境界 但可惜這些更高的本質 往往不能順利無阻地發展我們完美的性格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痛苦的童年經驗 錯誤的教養惡劣的環境等等 就會妨礙我們性格的發展 反而引發出各種負面的反應 例如恐懼 多疑 焦慮 憎恨 妒忌 不暴躁 畏縮 或舉期不定等等 這一方面會阻止我們潛能的發揮 另一方面也會消耗我們本身的精力 令到我們身體上的功能漸漸受阻 最後成為器官退化疾病 因為這樣而起 背曲位發現了其中三十八種有一個特性 就是將花瓣放入口的時候 能夠在腦海裡引發出不同的情緒 當然 因為背曲醫生是一個靈性感應比較高的人 而背曲醫生也領悟出代表人類五花八門的負面情緒 其實是可以用這三十八種花位造成三十八種不同的花藥 用來治療人類不同的病痛 這三十八種背曲花藥在治療裡擔當一個摧化劑的角色 幫助我們重新打通靈性和人格的通道 和重新發揮靈性對人格的影響 從而提升人類最高的潛質 花藥不是一種直接對付病徵的藥物 它的療法是產生一些能量去克服負面的能量 當身體接觸到這些最高和和諧的能量波的時候 消極的能量波就會被沖走 好像冰雪被太陽熱力溶化一樣 另外 背曲花位療法完全是根據病人本身 當時的情緒和心境來配合適當的療劑 無論病人身體患的是什麼病都好 它都是很安全沒有副作用的 對於嬰兒 孕婦、老年人、動物、植物都有療效的 更加可以配合其他醫療方法去使用 就不會產生什麼衝突的 那袁醫生 我知道陸創意健康店 早在十幾二十年前已經開始引入背曲花藥 是嗎 背曲花藥這篇文章 其實都是大約在十幾二十年前 在當代雜誌裏面燈出來的 是 其實背曲花藥的歷史很長久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Edward Barr本身是一位西醫 他亦是一位細菌學家 最後他發現我們身體腸臟裏面 那些不同的細菌族 跟我們身體的病是有直接關係的 是 那麼他早期他就研究 即是我們腸胃裏面的細菌 提煉出來之後 就成為一種細菌的藥 我們叫做BioNosal 他曾經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他本身是一位細菌 最後他慢慢認識了同類療法 那發現原來同類療法是講的一種藥 是一個經過這麼高度的稀釋 是一種沒有了物質的藥物 那這種物質很明顯是一種靈性的藥物 那他由那方面慢慢地去衍生到他覺得 其實我們人的很多的病 都是跟我們身體的情熱結有直接關係的 那麼我們最近還沒開始在醫學上叫做Psychosomatic Medicine 或者Psycho Neuro Immunology 精神神經免疫學 都開始認同了 是證實了其實我們身體的病 跟我們的情熱結和心靈是很大的關係的 那麼前一陣子我和大家不斷提及 一位德國的oncologist 就是那個癌腫瘤科的醫生Dr. Hammer 那他突然發現原來癌症 都是背後都是因為情熱結引起的 好了 既然我們的病的起因是一個高的層次 最高層次是跟我們那個靈性有關的 而導致我們的病都是我們的心理心境 精神狀態的因素很大的時候 那麼我們如果能夠用那種藥 在那個層面上去醫 那令到我們肉體的層面表達的問題 是從而 那反而是一個結果來的 真正的成因是更高我們心的情熱結 那如果能夠在高層面醫 效果會更加好 那當然同學療法的藥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藥物 因為它根本是 只是用天然的物質的一種頻率 一種信息 就不是用它的化學成分的 那背曲也是的 那Edward Barr呢 背曲醫生呢 他本身是一個那個靈性層面很高的 就是他很敏感的 那所以人類那些苦難呢 他是深深感受得到的 那所以他清文呢 他後來是一個很不開心的人 是 甚至乎是情緒抑鬱 那樣的 那也開始喝酒 那但是結果呢 他就進入那些花蟲裡面呢 在做冥想 那發現呢 如果他對著某種花去冥想呢 他就會感染到那種花那種情緒 那其實呢 他這種花呢 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得到出來的 即不是做人的實驗 不是像同學療法用Proving 同學療法拿人的實驗 給一些健康的人吃一些東西 那他就會產生一種的身體的病狀 或者精神情緒的改變 那就是說呢 就是施藥就是用健康的人去試的 背骨花藥呢 就不是的 他只是一個 他靈性很敏感的人 就是他可以感受到那個 那個花本身 發揮到那種情意 那種情緒 那由此呢 他就發掘了這幾種花 那三十八種花裡面呢 清文呢 他是初初發掘了三種而已 那他就從那裡開始呢 就可能其他人呢 是其他人呢 慢慢地用同樣的方法 那背骨花藥呢 差不多是幾十年歷史 那其他人呢 在澳洲呢 澳洲叫Bush Flower 也是用這種方法呢 就是發掘不同的植物的零星 在加州也都有 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也比較複雜一點 那好了 那背骨花藥的好處呢 就是很簡單的 有三十八種 那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每一種花藥的情緒狀態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種情緒狀態是適合你的話呢 大家不妨呢 就記下它 那因為呢 如果大家可以發掘到 你自己的那個 那個情意結 那個心情 那個情緒狀態呢 是用花藥呢 是可以幫你 不單止解你這個情意結呢 是你的身體其他肉體的病呢 都可以支持得到 但是一般多久見效呢 通常用花藥的時間是要久的 要久的 急救藥就很快的了 那它急救藥呢 是用五種背骨花藥裡面呢 是製造出來的 那這個呢 我們很多病人都懂得用的了 我都教他呢 就自己家裡就備定在這裡 任何的急救的狀態呢 譬如遇到意外呀 驚恐啊 那樣呢 就趕快滴到口那裡 那樣 那我記得呢 我有一次呢 我有一個外籍的病人 那樣就 就是 帶著身 即他平時呢 就帶著那個 救急藥的 那他有一次在地鐵那裡呢 就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乘客呢 就在那個 在那個 地鐵站那裡呢 就暈了在那裡 那他就去到之後呢 他看到情況之下呢 他就用他的背骨花藥呢 就滴了兩滴 他就去到那裡 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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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有了 他就沒有什麼解釋了 那總之他就走了 那跟著的時候呢 他就說回這件事故給我聽 那大家呢 可以呢 就買叫做 rescue remedy 就是去那些 我們健康店都可以買的 那是洗洗瓶的 就隨身自己帶著 那將來遇到什麼情況之下 遇到一些緊急的情況呢 就可以用的 好了 先跟大家呢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38種花藥 那我用一種 就是alphabetical order 由A to Z 那樣 由A開始 那我就 就跟大家 一個一個來分享 或者 Carmen你可以 就是這個資料 應該是很清楚寫在那裡 那由第一個 開始跟大家 就是聚述一下 那種人物性格是什麼情況呢 那第一種叫做agrimony agrimony 是龍牙草來的 是 那人龍牙草 針對那些 就是對象 是一些 不再想和人 分擔自己煩惱的人 將一些 痛楚 就是收心埋埋 這樣 埋藏了在愉快的表面 那又對人歡笑 就背人仇 對於爭論或者炒假都心感痛苦的 而且往往會從藥物和酒精中尋求解脫 是的 那原生這種病人多不多呢 那 在英文呢 有一個字叫agrimonyous 是 agrimonyous 其實就是講這種情緒 知道嗎 很有趣的 這個只不過背曲花藥的一種花名 是的 為什麼有英文 也有一個字呢 就會有同一個相似的agrimonyous 是 其實也是這種這樣的 就是那種苦惱 知道嗎 那種苦惱 苦惱的情緒 所以如果大家 英文要認識這個詞 那就記這個樣子 就比較容易一些了 因為是一種很苦惱 但也不想和別人分擔 將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就收起來 所以都對 但在外面對著人 就是歡笑 就背人仇 那自己寧願喝酒 成藥物裡面 是尋求解決的 那這個就是agrimonyous 就是龍牙草 那我相信大家 最好就記上英文 因為你買這些藥 中文的名字都很少會有的 那只不過呢 就方便大家 我就用龍牙草 agrimonyous 就是這個情緒了 那如果大家認為這個是這樣的 可能是 就寫下它 好 第二個就是aspen aspen是白羊 八羊樹 aspen 一百個白 羊是羊土羊 或者串一串 agr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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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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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就叫八羊 這個花藥主要針對 那些經歷過無名恐懼 和不知內有的焦慮的人 他們帶了幾人休天 和對事物有種預感 整天是方塞塞 好像有壞事就快發生 但又說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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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出有些什麼 總之 無名的恐懼 我叫floating anxiety 即不知內有的焦慮 即不如意的事 災難就快發生在他們身上 那這個就是白羊aspen 好了 接著就是beech b-e-e-c-h b-e-e-c-h 那中文叫做呢? 三無舉 三無舉 好了 就是針對那些追求凡事 盡善盡美 完美主義者 但對人對事 極之挑剔人 經常就批評 缺乏容忍力 以及對於他人的小小騷擾 或者別人的怪癖性格 都不能夠忍受 而且還會反應過敏 ok 這個就是beech ok 好 再跟一個是centuary c-e-n-t-a-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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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就是為了討好別人 是呀 大療劑 是呀 被人踩他 他都無所謂 總之要探別人開心 自己的需要就忽視了 centuary ok 那現在的香港很多媽媽 對於孩子 就經常都是這樣的 哈哈 最近有一個調查報告 是不是 17%的審問仔 每天都跟家裡 有些溝通上 出現問題 父母通常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女性 做媽媽 很多都是這樣的 centuary 好了 下一個就是cerato cerato c-e-r-a-t-o 白花丹 白花丹 就針對那些對自己的判斷 或者決定 沒有信心的人 他們經常要向其他人 問意見 亦都因此經常 經常被人誤到 經常聽別人說 決定錯誤 cerato 很多時候 問人 你認為呢 你玩呢 他說了之後 他就問你一句 你玩呢 你認為怎樣 他自己決定不到 所以他多說一些 肯定是這樣 下一句問你 你玩呢 真的慘啊 好了 這個cerato 那個狀態 好了 下一個就是 cherryplum c-h-e-r-r-y p-l-u-m cherryplum 櫻桃里 櫻桃里 對 就針對一些 害怕自己 在精神和身體上 都失去控制的人 或者在危急中 犯錯 或者可能因為衝動 而做出一些 明知不妥當的事情 那 Cherryplum 這個人就是 可能因為衝動之下 是啊 腦妄啊 或者衝動啊 或者危急的時候 就很容易犯錯 可能有些事不應該做 但在臨急之下 他都算了算了 他做了 然後你明知 就很容易出錯 好了 下一個就是 chestnut butt chestnut butt c-h-e-s-t-n-u-t 另外一個就是 chestnut butt 就是什麼呢 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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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栗子 栗子 栗包 栗包 針對那些 不能夠在經驗中 吸取教訓的人 他們經常都不斷重複 同一個方式 或者錯誤 所以大家都有機會 都認識一些人 學幾都學不到 不斷重複 不斷重複也是錯誤 那樣東西 下一位就是 chicory c-h-i-c-o-r-y chicory 應該是 谷句 是啊 那就是針對那些 過分關心他人的人 他們呢 極之需要指導 和控制那些 想親近他們的人 他們一般都很具佔有肉 事上呢 尋找一些事物 去修改或者糾正 指生指死的了 是吧 沒錯 可能有些家長 都犯了這個錯誤 是吧 被小朋友 控制得小朋友 控制得很厲害 是 這個好了 那下一個呢 就是clematis c-l-e-m-a-t-i-s 滴多久才有用 幾個月 就是一直這樣用 不要一會兒以為 那就是當水 通常我們這些人 就叫他們 有空滴滴滴到口 或者滴滴滴到水瓶裡 當水喝 然後就是crabapple c-r-a-b-a-p-p-l-e 海糖 crabapple 針對那些 自己以為不夠清潔 或者有一種 唯恐被污染的恐懼的人 亦都針對那些 對自己感到羞恥 或者有絕劣的自我形象的人 例如 因為某些原因 以為自己不夠吸引力 這些花藥在需要的時候 更加可以來清除內毒 例如幻想傷風 或者在進行斷食治療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用來使用 在英文上 就是crab 就是crab you are full of crab 垃圾 就幫助你記住 crabapple 其實是海糖 就是經常覺得自己髒 或者自我形象差 經常有些人 有些人都是這樣 經常覺得手有很多菌 經常洗手 經常洗手 這種情況 患了這種精神病的人 其實這種精神病 是很難醫的 我也聽過有些人 是全世界找精神科醫生 都治不到這個病 嗯 就經常覺得自己洗 洗洗洗 洗到那些 洗到那些 洗到那些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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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癸成幾 一天用 很多繁癸 一去到洗手間 就不能出來了 那這個呢 其實可以考慮 用這個crabapple去醫 好 接著就是那個elm elm是魚 魚 是 針對那些 因為責任過重 而有時感到力不從心的人 下一個療劑就是 Gentian G-E-N-T-I-A-N 即是龍膽 龍膽 龍膽草Gentian G-E-N-T-I-A-N 這隻花藥就是針對那些 很容易因為少少挫折 阻礙或者拖延 就感到洩氣的人了 亦都可能 因此懷疑自己的能力 那elm和Jentian 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是 那即是 Jentian的龍膽 就是 用了少少挫折 他就會 撕不住 是 但elm的人 就不是的 死了死了死了 做到後來 做到真是自己 即是那個人 心皮力圈的時候 才覺得 真是搞不定 但他還要去砌 跟Jentian是很不同的 是 跟著Gorse G-O-R-S-E 京斗 是 Gorse 那呢 就針對那些 感覺絕望和無奈 或者面對著 一些絕小康復機會的人 很多時候 我的病人都會有的 即是到差不多 他覺得他病是不好 想放棄 尤其很多癌症的病人 會進入這種境界 他會覺得有一種灰心 或者心急 Gorse Gorse 接著 Header H-E-A-T-H-E-R 體石藍 就針對那些 極需要他人陪伴 和聆聽他們煩惱的人 他們本身 就不是一些好的聆聽者 同時也不能夠單獨地自處任何片刻 即是一陣子都不能夠獨處 那些Party Goers 就是要找人陪 找人去聊天 Header 有些可能有些 OK 好了 接著Holly H-O-L-L-Y Holly 東青 東青就是針對一些 被消極情緒困擾的人 例如妒忌 珍恨、懷疑、報復 心中充滿苦惱 這些人需要更加多的愛 即是有欠 即是不夠關愛 即是充滿負面的情緒 是 好了 Honeysuckle H-O-N-E-Y-S-U-C-K-L-E 是 這個是中文叫做忍東 忍內的忍 就針對那些 經常都是活在過去 懷舊、私家的人 即是私鄉病 這樣的意思 他們時常都提及一些 以往的美好時光 覺得以前的一切 都比現在的好 即是活在過去 活在過去 人家活在當下 對現在 就永遠都是不滿 沒錯 好了 接著呢 H-O-N-B-E-A-M H-O-N-B-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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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中文就叫做奉仙花 就是针对一些思想和行动很敏捷的人 他们要求所有事物都要即时解决不得拖延 他们对于慢动作的人感到极不耐烦 而且时常宁可单独工作 就是不喜欢和人配合 其实都挺多的 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下属 哎呀 免得了 要得他做解释得来 不如自己做完他更好 这些是多少 所以impatience 其实在英文字面上 耐心 即是没有耐性、心急 也可以帮助你记得更加好 好了 接着就是large L-A-R-C-H 是 乐业虫是针对那些虽然很有才能 但缺乏自信或者感到自卑的人 由于经常都预测失败 故此就经常拒绝尽力以赴 并且不再愿意为追求成功而努力 这个情况之后怎么会这样呢 很多年轻的人都会有 现在这一代都很多 经不起挫折 是的 好了 接着就是mimulus M-I-M-U-L-U-S Mimulus M-I-M-U-L-U-S 猿猴花 人猿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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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 针对一些对已知事物 例如高柱、水、黑暗、其他人 孤独等等感到害怕的人 他们通常也感到害羞和胆小 有些人怕水 有些人怕高 位高 就是他们知道的 有些人怕一些客宅的地方 是 那在这些情况之后 就可以考虑M-I-M-U-N-U-N-U-S-T-A-R-D M-U-S-T-A-R-D M-U-S-T-A-R-D 是戒末 Mustard那种戒末 是 就针对一些没有原因 没有因由的深沉 突然而来的忧屈症 或者很严重的忧伤 这些感受也可以突然间消失 即是无缘无辜 突然之间情绪低落起来 好像一阵风 无缘无辜又好像没事了 Mustard就是这样的警戒 O-K-O-A-K 杖术 针对那些虽然因困难遭遇疫境 而感到挫折 但仍然奋斗不邪的人 即使无论患病 用还是工作过来 他们都不会放弃 这个我们可以也记得 Oo Oo 帐廓是很坚固的详 是很威死,很坚韧的性格 接着Olive, O-L-I-V-E 叫做齐瞳果 就是针对一些身心力气,感觉,精力处备,进洩的人 这个可能是大病一场或者经历一次惨痛考验之后的情况 那这个Olive,是吗? 是,那好吧,那我们现在谈到这里为止 稍后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下去 你转天你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这么好的? 那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啦 那我和原医生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遇下的十几只这个背曲花药的 那我们下一个是 虫啊 是那个 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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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针对一些感觉对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应该做得更加好的人的 因此他就很容易谴责自己啦 或者怪责别人啦 的错疑而怪责自己 他总之是自己怪责的机会大一点的 就算别人犯错也好 他都觉得是因为我不好啊,没有提示他啊 他勤奋工作者啦,对自己是极之苛求,感到痛苦 而觉得对自己的成就从来都不感觉到满足的 Pine 英文有个字叫Pining Pining就有这种状态 就是怨啊,瘦仔啊,呜呜呜呜 就是Pining这种情绪 我总是觉得怪责那种,是一种埋怨 但是他埋怨自己多的 都是我不好而已,搞成这样 好了,下一个是Red Chestnut 红组了,Red Chestnut 红绿,就是针对那些过分关怀其他人 或者为他人感到焦虑的人 那时常亦都害怕他们所关怀的人 可能有不测的遭遇 妈妈都会有,很多母亲都经常有这种焦虑 在我病人里面,我都经常遇到这种情绪 是 好了,接着就是Rock Rose 是,就是这个盐壁眉 那就是针对那些,经历过恐惧啊,惊慌啊,揭施底里的人 和他人干的 bait, Rough Rose 就是还是更 Member 弹整着 Promise 是把药4的功力使用 好,总之就是,送上英文的造型 就算你買療劑也會用英文買的 一種受驚恐,很嚴厲的驚恐而困擾 當然很多人在戰場上,在越戰之後 有些人經常有這種恐怖的景象 或者遇過災難性,或者是Tsunami 我試過有一個病人,好像在巴基斯坦 遇到地震,埋在地上,然後出現了一個情緒 焦慮的情緒,一直困擾著他,睡得不好 下一個就是Rock Water 鹽水,針對那些對自己日常生活紀律要求很高的人 極度自製,很努力為一些理想奮鬥 或者為其他人作好榜樣 這些人往往會遵從一套很嚴謹的生活方式 或者嚴守宗教,個人社會上的規律 即是很Rigid,很Discipline 很Rigid,很Rigid 這樣的人叫Rock Rose 可以怎樣叫Rock Rock Water 所謂Rock Water 好像石頭一樣硬 然後是Sklerantus S-C-L-E-R-A-N-T-H-U-S S-C-L-E-R-A-N-T-H-U-S 厚壁花 那就是針對那些不能夠在兩種選擇裏面作出取捨的人 一時就好像感覺這個選擇好些 但是又不能夠決定 因此就導致精神彷彿和情緒變化很大 如果你有兩個男朋友好 那慘了,哪個好些呢? 這個比較好些 第二個比較好些 第二個比較好些 就不知道怎樣算好 在兩者之間的選擇 就可以Sklerantus想想 跟著Star of Bethlehem 星伯俠 Bethle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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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of Bethlehem 這一隻花藥就是針對悠仇、創傷、損失 尤其在經歷過創傷的時候或者之後 在精神和情緒所產生的後遺症 好,跟著SweetChesnut SWET 即是甜 Chesnut 即是律 Chesnut Chesnut C-H-E-S-T-N-U-T Chesnut 那就是針對那些感到已經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 在絕望之中的時刻 痛苦到無可忍受的地步的情緒 好,跟著就是Vervan V-E-R-V-A-I-N Vervan 馬邊草 那就是針對那些持有堅強意見的人 他們往往要爭取到最後結論或者中告 而且通常以教訓或哲理的方式向別人說教 同時這類人好打不平 做得過分時變得很爭論 即是去到極端的時候就很好爭論 企圖控制其他人 狂熱 覺得這種需要 覺得需要糾正這個世界 應該說 記不記得我上次討論那個療劑 記得 有些人覺得這兩個是比較相似的 V-I-N-E-V-I-N-E 胡桃即是合桃 有助於處理過度期內的情緒問題 例如發育期、青少年期和婦女收經這個問題 亦能夠幫助人破除過往的牽連 而適應新生活的開始 例如搬遷、轉工 或者開始一份新的工作 開始或者結束一段關係 那這個情況之下 即是很多些 譬如有些人去外地去讀書 審問仔去外國讀書 或者有些人 譬如好像家庭助理 我都遇過 他來到香港覺得很不能夠適應 或者家庭的小孩 譬如外國的僱傭回來的工作人 成家人搬進來 那時候他審問仔覺得 又要去新的朋友、新的學校 他就很難適應 那這個呢 我們就會用那個Walnut 這個的 好了 接著就是Water Violet 是 就是水董 適用於溫和、獨立 和超然脱俗和自力更生的人 他們不會干擾他人的私事 同時當他們生病或者有麻煩的時候 他們寧願自行解決困難 Water Violet Water Violet V-I-O-L-E-T 是 即是很獨立 那就是獨立到自己有事也好 都是不會去求助 Water Violet 是 White Chestnut W-H-I-T-E-C-H-E-S-T-N-U-T 是 那就是白栗 那就是針對一些經常受到不悠 即是不愉快的思潮困擾 例如精神上的爭執、憂慮 或者被重複不斷的思潮 去妨礙寧靜的心境 減低集中力 接着是Y屋 野意物 就是针对因为未能够完成自己事业 或者人生目标而感到失望的人 当自己的志愿未能够达到 或者事业前景不明朗 或者对自己目前所处于的环境感觉厌倦 在英文上有没有有一种说法 叫做So Y屋 有些人浪费了青春 到时到后就有些后悔了 很多人都会 可惜我年轻时又没有生悲读书 又拿不到这个文凭 这种感觉就叫做Y屋 接着就是Y屋 野长眉 我现在要更正 我醒起刚才袁医生读What Rose的时候 我是读碧眉 应该是长眉 长眉 长眉 我现在看清楚这些字 不好意思大家 这个Y屋是针对一些无缘无故 对世事采取放弃态度 对事物莫不关心 无意费力和改善现 或者寻找欢乐的人 最后第38花药的特性是WILLOW WILLOW 是洋楼 洋楼是针对一些因为曾经遭遇不幸 而感到不愤或不平的人 随后他们会变得粉饰浊足 怨恨他们认为犯错的人 好了 陈姨已经和大家简单介绍了 《贝曲38花药》的特性 很多时候在《贝曲38花药》 另外有一个叫做Rescue Remedy 就是急救药的 它里面有几种成分 有樱桃梨 铁线 铁线 红鲜花 颜长眉 和 那个圣星百合 这个通常是一种Emergency 即是急救 撞到创伤 受惊 恐惧 情绪低落 怯场 考试怯场 或者外面讲话怯场 去牙医或去见医生 亦都可以外用 可以查的 烧伤了 虫咬 扭伤 头昏 都可以用 对 蚊钉虫咬什么都可以 其实是 如果大家 如果未有机会去尝试 其实你才可以买了这个 Rescue Remedy Rescue 第一个就是 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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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m 就是櫻桃梨 那櫻桃梨 那櫻桃梨是什么呢 在什么情况之下 就对自己 害怕自己 和在精神身体上失去控制 在危急中犯错 冲动而做出 明知不妥的事情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Cherry Cherry Plum 第二就是Cherry Plum Cherry Plum Cherry Plum 是铁线年 是针对这种意图 在生活在梦里的人 不能够集中精神 经常发白日梦 昏迷或者神游 对现状极万不经意 可能他在紧急的时候 他真的失了方向感 都不知怎样做好 纷纷迷迷备住 这个就是Cherry Plum 接着是Impatience Impatience是奉先花 针对一种思想行为敏捷 需要他要求的事物 要即时解决 不能够拖延 对于慢动作的人 感觉不耐烦 同时可以单独工作 在一个紧急的状态之后 你当然马上 马上即时采取行动 搞定这个问题 就不能够拖延 对不对 接着是Rock Rose 顏长眉 针对这些经历恐惧 京方、血丝底里 受过恶梦的困扰 你可以看到 这个配合就是这样的 接着是Sar of Bethlehem Sar of Bethlehem的情绪状态 就是针对忧仇、创伤、損失 尤其在经历创伤之后的精神 和情绪所产生的后遗症 大家可否看到 当你受到这些突发性的时候 你可能呆了 不知所措 亦需要知道 要即时行动 亦有很多时候 创伤之后有很多后遗症 所以这个组合 Rescue Remed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组合 是 OK 好了 或者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由这个故事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性格 大家主要听一下 因为不容易跟得到 谁打谁 但是起码让你知道 在这种情景之下 有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行为 不同的情绪表达出来 故事就是这样 有一次在一个紧急降落 在一个森林里面 虽然没有什么人严重受伤 但是始终 舵机那些人要走出来 尋走新路 有人叫桑奴 他会担心 看看我们是否走的路 对不对 跟着跟着跟着 沙米爷说 他一会想不如走这条路 想一想 也不错 也不错 也是走另一条路 在三叉路的时候 就是两者之间的取舍 好了 这个令到另外一位 Anita就这样 他说不行 很害怕 如果我们再迷失怎么算好 没人找得到我们 Santosh就说 他就 哎呀你不用担心了 总之你跟我 这条路就对了 其他人就不用多说 去吧 Mr.Dajah 他就觉得 哎呀这个人 对这个人的判断 没什么信心 他就觉得东是西是 什么都要试一下 因为他们 总之有杀错没有放过 什么都要试 好了 接着走到 黄昏的时候 他越走越深的时候 Anita就越来越害怕 她说 哇 我们真的迷失了 接着 有一个叫Peter Peter一向的人品很好 是 是 他就说 安慰一下大家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我帮你背 那些背 那些行李 我帮你搞定 我帮你背 另外一位叫Peter 他说 哎呀 真的 真是坏了 整件事都是由我引起的 是吧 如果你不是听我说 来到参观这个旅程 我们都是 不需要 我们不会搞成 今时今日 如果我早点 安排得好些 可能近家里也好 有什么时候起来 回家 他就慢慢怪责自己了 但是另外Robero也说 哎呀 就是 我就 我就受不了了 就是我控制不了了 越来越差了 就是我真的太可可 就是太可可 就是太可恐怖了 接着他说 你控制你了 就是你不用那么害怕 就是不需要 就是 我们应该 就是有 有规律一些 来到处理现在的问题 就是有discipline一些 不要太过紧张 那慢慢地开始日落 那开始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影越来越长 越来越深 那Jerish这个人 就哇 很害怕了 直接panic 他就觉得 哎呀 我们真的走不走得出去 那Panker 那就说 他说 哎呀 什么都无望的了 他们再不会看到日出的了 就是好歸死 就是失落了 就是失望了 是 但是呢 另外呢 但我就会最后 我最后的 我最后的 最后的 他都要去 去试 怎样都好 都去试了 另外一位Arola先生呢 他就尽量想 想帮一下大家 他觉得 哎呀 无谓 无谓来批评 总之呢 你不用 不用说了 我知道 我懂得找那条路了 那样 那么那样 那个机师呢 下落机机师 Ronnie呢 就说呢 是不用怕的 我去过的了 我那条路走得对的了 就觉得 对那些其他人呢 就是不肴了 这帮人 就是哆哆嗦嗦 我已经来过了 那样 那另外呢 另外一位 就是Speed Fire 那位太太 那他就静静默默地呢 就很跟随他 幸好他臨之前睡过一觉 所以他没有什么觉得 总之就跟随大众 继续前进 Mr.Garter就没有希望了 我走不了 我宁愿坐在这儿等死 我宁愿死死得好 整个组人里面 你可以看到不同人的性格 就呈现出来 Sono的就是Agrimony Agrimony是什么性格 Agrimony是针对人 不同人分担自己的烦恼 同时将自己的痛楚 埋藏在自己的心上 对人欢笑 对人仇 Sami 是Scarantus Scarantus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Scarantus就有两条路在 她就不能够决定 不知道哪条路好 Anita就是Mermunes Mermunes是那个元后花 对一些已知的事物 高水 黑暗孤独 她胆势害怕 但她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Santus就是Header Header的性格是石楼 那些人是极需要别人听她 陪同她 聆听她人的烦恼 知道自己也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也不能够读自己的逗留片刻 Mr.Desire就是Sarato Sarato是白花丹 针对自己的判断决定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经常要问一下别人的意见 因此被人误导 你能看到其实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 是经常遇到一些人的不同性格 Paycook Fire 可以这样说 重心主要在我们不同的人的性格里面做的 其实在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都经历过不同的贝谷花药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对这个贝谷花药 大家是很简单的 38种里面尽量熟读它之下 你很容易找得到你自己所需要的 我们在贝谷的过去这么多的使用 我通常就将它是组合起来的 譬如其一组 当时那些人有很多惊青的 很多惊青的人 就是Rock Rose Memunas Cherry Plum Aspen Red Chest 这些是跟恐怖有关的 有些就经常都感觉到很孤独的 这种人就是水紧 Water Violet, Impatience, Heathers 这种是比较上这种情绪 也有些人是很敏感的 很容易过分受人影响的 通常这种是龙牙草 Agrimony, Sanctuary, Walnut, Holly 另外有一种的人是沮丧,绝望 经常这种状态 Large, Pine, Elm, Sweet Chestnut, Star of Bethlehem Villow, Oak, Crab Apple 还有些人通常感觉到世事无常 经常都不知怎样去 Serato, Scrantis, Gentian, Gorse, Hornbeam, Wild Oak 都是这一类的情绪状态 还有第六种是对远坐的事物莫不关心 这种人的状态是Clemantus, Honeysuckle, Wild Rose, Olive, White Chestnut, Mustard, Chestnut, Butt 最后第七类是过分关心他人 这类的人是Chicory, Vervant, Vine, Beech, Rock Rose 可以这么说,背谷花药三十六种里面 都是一种组合起来 就是我曾经所说的 有些人经常恐惧 有些人感觉到孤独 有些人过分受人影响 有些人沮丧绝望 有些人觉得世事无常是无法释从 有些人对远在事物莫不关心 也有些人过分关心别人 那三十八种的背谷花药里面 其实都可以覆盖到很多人的一生过程里面 是遇到的问题 那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就只是怎样用呢 譬如你买这几个药 有几个药你对的时候 你可以滴在水里面 我们公司有些特别的能量水 那你就买你需要几个药 就滴在水里面 那就可以一天喝四次来喝 或者直接呢 就比如你就这样买那只 那个背谷那只对的药 那自己每日四次呢 就滴它三滴五滴在口里面 因为这些药很细尽的 很容易攜带的 那你可以呢 就是每天不断地做 那你就含一下它 含几分钟下 所谓含几秒钟下 半分钟这样 那但是有时候呢 如果发现有些人呢 就是昏迷啊 或者其实昏迷都没所谓的 你滴几度落后呢 就不会捉到它 那要不然呢 你就可以塗在那个手腕那里 就是血密 暴露的血密的地方 密薄的地方 可以塗一下它 其实都一样有效的 在紧急状态呢 有时候呢 你有些水那里呢 就成为 那个rescue remedy 有个人紧急 planning 你根本接近它不到 你结果它可能打你 你就成一堆水 扔到它面那里 倒下去就可以了 那就会立即会 一声就醒过来的了 OK 那今次呢 就和大家 就分享了这个 背曲花药 一种 处理那个人物性格情绪 从而是处理身体健康状态的 那好吧 那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各位听众呢 如果有什么意见要提出 或者想发表的呢 可以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吧 今集时间够了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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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